大家好 我是葉老輝 今天我們來講這個高CP值的存菜單的分享 那我以後的這個存菜單分享 我們都會挑一個主題來講 像今天的主題就是要不要加這個散熱器 你在這個主電腦的時候 需不需要再加一個散熱器 不管是水冷或者是這個塔散 那我講一下要加的情況 我們一般要加的情況 第一個是我們的預算非常充足 你都選好了之後你覺得你的預算還夠 那你就可以直接來上我們的塔散或者是水冷 那第二個呢 一定要加的情況是你非常的怕吵 你這個環境 電腦的環境你需要非常安靜 可能你家裡有小孩啦 或者是你都是在這個比較安靜的地方做工作 或者是玩遊戲 那你不希望你的主機是太吵鬧的狀態 你就可以要加啦 那還有一個要加的情況就是要超頻的 你如果要超頻的是一定要加的 水冷的話就更好 不然你這個頻率會上不去 那如果我們在一般使用狀態下 就先不用加 像我的話我就沒有加 夠用 夠用就好了 當然聲音會大一點 那我們現在 這個新一代的intel的處理器 風扇已經改了 比之前的要好 蠻多的啦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那真的不夠的話呢 你再貼個預算 再加上去 再做升級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今天主題 這個要不要加散熱器或水冷 這是很多人會問的問題 那我就簡單的這樣子來跟大家說明 要加的情況 三個 預算充足 怕吵 或者是你要超頻 這三個狀況是你一定要加上去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張是 這一次的這個菜單 這一次的菜單 那我們使用的這個處理器 i5的12600 新一代的 處理器 價格大概在7600塊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跟i7的12700 10800 10800 這個價格差距有點大 所以你可以自己評估一下 你的預算到哪裡 那再來主機板的部分 我們用 TUF GAMING的B660M 那這張有10加1項的這個供電 因為我們這張也是屬於這個玩遊戲的 三類大作遊戲都可以非常的順暢 那再來我們的記憶體 我們使用美光的16G乘以2 我們現在就沒有用這個8G的雙通道 直接上到32G 直接上到32G 總共是3200塊 那這支美光也是我目前正在服役的 我的電腦正在服役的這一支 再來固態硬碟 WD的 我們的系統碟我們配500G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 遊戲碟我們就配1T的 那所有的廠牌呢都可以來做更換 或者是你有更喜歡的這個零件等級 都可以來做更換 好那我們的顯示卡 我們的華碩的 RTX3060的 O12G的 這個 13900 顯示卡我們就配的蠻高的 那所算力的話呢 LHR 所算力的話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跟遊戲沒有什麼差別 你在玩遊戲完全沒有差別 好機殼的部分 我們用酷媽的這個 內建風扇前後各一的 1400塊 這是非常的便宜 然後電源供應器 華碩的 TUFGAMING的 750W 80的 80加銅牌的 3000塊 那我們總計大概在38150 38150 那我們的系統 我們直接用WIN11的 3800塊 WIN10以後一定也會慢慢的消退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WIN11 WIN11我在用的話 不管是這個 剪輯軟體 3D繪圖 還有很多遊戲 我都有試過了 都是蠻順暢的 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有一些人有遇到過問題 但是WIN10也有遇到過問題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不需要去做選擇 我們還是以新的為主 好 那我們如果升級到i7的12700的話 我們的價格會在41350 那再加系統的話 如果是i5的12600的話 41950 那如果是 i7的話會到45000 快要46000 好 那我要講一下 這一次我在 這個兩大平台 一個新亞 一個原價屋 那這次原價屋呢 它的這個 像這個 這張顯卡 它就需要配到i7 才可以做這個使用 但是我們在新亞數位 新亞數位組 這個只要是i5的 12600就可以組了 所以我這張單子呢 你如果是12600的 你可能要在新亞做 這個配 配單 這樣子才有辦法組起來 不然你如果是在原價屋 你只能用i7的 i7的才可以來組這個 RTX3060 好 我是葉老輝 今天的單子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